与神对话 第三卷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李济鸿 第六章 第一部分 现在我想换个话题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谈谈地球的变化 但是在此之前 我有句话想说 你在这里说的许多道理 我好像以前听说过 我有时候觉得我反复听到相同的东西 那很好啊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 正如我早前说过的 这是事先注定的 本书包含的信息就像弹簧 在收缩的时候 它本身变成许多圈圈 一个圈叠着一个圈 看上去确实是不断在转圈 只有当弹簧展开时 你才会发现 它以螺旋的形式延伸 其舒展的幅度之大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是的 你是对的 这里所说的道理 大多数都曾被说过许多次 只是措辞有所不同 有时候措辞甚至是相同的 你说得很正确 等到你吸收这本书的内容之后 你应该能够一字不漏地重复它的要点 假如你愿意的话 这一天会到来的 好吧 我算是知道了 现在让我们谈论新的话题吧 许多人好像觉得我拥有通往神的直线电话 他们想知道的是 我们的星球会灭亡吗 我知道我以前问过这个 但我现在真的想得到直接的回答 许多人现在预言的地球巨变会发生吗 如果不会的话 那些通灵者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是虚幻的场景吗 我们是该祈祷呢 还是应该改变 我们能够做什么努力吗 或者说只能绝望地坐以待毙 我很高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但我们谈论的可不是新的话题 不是吗 不是的 因为答案我早就给你了 它包含在我们前面几次对时间的解释之中 你是说凡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都已经发生那部分吗 是的 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呀 是怎么发生的 是什么发生了呢 是宇宙间所有的事情 宇宙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 每种存在的可能性都是事实 都是已经完成的事件 那怎么可能 我还是不明白 那怎么可能 接下来我会用你容易理解的话来进行解释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你见过孩子用光盘玩电脑游戏吗 见过 你不觉得奇怪吗 对孩子用操纵感做出的每个动作 电脑是怎么懂得做出反应的呢 是的 我确实对这个很好奇 关键就是光盘 电脑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做出的每个动作 因为每个可能的动作及其合适的回应 都已经被放在光盘里了 太神奇了 简直有点超现实 每个结果 以及造成每个结果的操控动作 都已经被程序编进光盘里 你觉得这很神奇吗 其实不算了 这只是技术而已 如果视频游戏的技术就让你觉得很厉害 那你应该看看宇宙的技术再说 请把宇宙之轮当作电脑光盘 所有结局已经存在 宇宙只是等待着看你这次选择的是什么 当游戏结束时 无论你是赢是输 或者输赢未决 宇宙将会说 想再玩一次吗 你的电脑光盘不会在意你是输还是赢 你无法伤害它的感情 它只是向你提供再玩一次的机会 所有结局已经存在 而你经验到哪个结局 完全取决于你做出的选择 这么说 神无非就是一张电脑光盘了 其实我不会这么说 但这整套对话路中 我不断地用各种比喻来讲解道理 以便每个人都能够理解 所以我觉得你把神说成光盘 是个很好的比喻 从许多方面来说 生活就像一张光盘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而且都已经发生 你可以从中挑选一种 你想要经验的可能性 这跟你那个关于地球巨变的问题 有直接的关系 许多通灵者说 地球将会发生巨变 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 他们打开了通往未来的窗户 看到了未来 问题在于 他们看到的是哪个未来 那就像光盘里的游戏结局 并非只有一种 在某种结局里 地球将会毁灭 在别的结局里 它不会毁灭 实际上 所有结局都已经发生 别忘了 时间 我知道 我知道 时间并不存在 对的 所以呢 所以一切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你又说对了 所有已经发生 正在发生 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全都存在 就像电脑游戏里的所有动作 都存在于光盘里面那样 所以如果你认为通灵者预言的那场末日场景变成真的会很好玩 你可以把所有心血倾注在那上面 你可以让那种场景在你面前发生 如果你认为你想要经验另一种实在 那么把你的心血倾注给它 你将能够把这种结果吸引到你身边 总之 你就是不肯告诉我地球会不会发生巨变 对吧 我还等你来告诉我呢 这取决于你们的思维 话语和行动 关于2000年电脑问题呢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千年虫病毒将会使社会和经济系统陷入极大的混乱 是真的吗 你们觉得呢 你们的选择呢 你认为你们跟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吗 我告诉你吧 那么想是不对的 你真的不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预测你们的未来 我也不会那么做 我能够告诉你的就这么多 如果你们不小心 你们确实会去往你们正在去的地方 因此 如果你们不喜欢前面的道路 那么改变方向吧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我如何能够影响如此巨大的结果呢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通灵者 或通灵权威的灾难预言呢 返求诸己 去寻找你内在的智慧 看看你的内心要你做什么 然后照着做 如果你的内心要你给你们的政治家和工业家写信 呼吁他们对可能导致地球巨变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行动 那你就照着去做 如果你的内心要你召集本地区的领导人 为千年重问题出谋划策 那你就照着去做 如果你的内心要你继续走你的路 每天散发出正面的能量 帮助你周围的人不要陷入能够引起问题的恐慌 那你就照着去做 最重要的是 别害怕 你不会在任何事件中死亡 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要明白这是大过程的展开 并安静地认识到 你始终会安然无恙的 要努力去碰触所有事物中的完美 要认识到你将来所处的地方 恰恰是你在创造你的真实身份的过程中 为了恰好得到你选择的经验 而必须在的地方 这是让心境平和的道路 在所有的事物之中 要看到完美 最后 别试图摆脱任何事物 厌即时恋 这个道理我在第一卷跟你说过 它是对的 那些为你们看见或者听到的未来感到悲伤的人 并没有停留在完美之中 还有别的建议吗 欢心吧 为生活而欢心 为自我而欢心 为那些预言而欢心 为神而欢心 欢心吧 去玩这个游戏 把欢乐带给此刻 不管此刻带来的是什么 因为欢乐是你的身份 是你永远的身份 神无法创造任何不完美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神能够创造出不完美的东西 那么你对神毫无所知 所以欢心吧 为完美而欢心 要微笑 欢心 并且只看到完美 要知道别人所谓的不完美 将不会以任何对你来说不完美的方式 落到你身上 你是说我能够避开地球 偏离其轴心的惨状 可以避免被流星状的粉身碎骨 不会在地震中被压扁 也不会陷入青年虫 引起的混乱之中吗 你完全可以避免受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负面影响 这不是我的问题呀 但这是我的回答 你要无所畏惧地面对未来 理解生活的过程 并明白这过程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那种平和冷静和镇定 将会引领你远离绝大多数 被别人认为负面的经验和结果 万一你说错了呢 万一你根本不是神 只是我丰富的想象力过度活跃的结果呢 你又想回到这个话题是吧 嗯 万一 那又怎样呢 你能想出更好的生活方法吗 我在这里说的无非就是 面对这些地球毁灭的预言时 要保持镇定 平和和冷静 你将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就算我不是神 我只是你 这些话都是杜撰出来的 你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吗 不 我觉得我不能 那跟过去一样 我是不是神 不会影响到我讲的道理 关于这个道理 以及这三部曲中包含的信息 你只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就好了 如果你能想到更好的办法 那就采用那种办法 哪怕这三卷书 真的是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写出来的 就书中涉及的话题而言 你也很难找到更好的建议 所以不妨这么想 要么这书是神写的 要么尼尔这家伙真的太聪明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在于 如果我相信这些话是神说的 我会更加用心地去听 Oh fuck 难道我过去费尽苦心 送给你们各种各样的信息 你们却对其中的大多数充耳不闻 嗯 估计我也是这样的 估计 好吧 我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次别充耳不闻了 你认为这本书是谁带给你的 是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不能倾听神 那么就倾听你自己吧 或者通灵的朋友 也可以呀 你又跟我开玩笑了 不过这引起了另一个想讨论的话题 我知道 你知道 当然啦 你想讨论通灵现象 你怎么知道 我是通灵者呀 你肯定是呀 你是所有通灵者之母 你是最好 最棒 最赞的通灵者 你是通灵者的老板 是通灵者委员会的主席 老兄 你说的真是 太好啦 来 机下掌吧 你很酷嘛 哥们 来吧 我想了解的是 通灵能力是什么呢 你们全部人都有所谓的通灵能力 它其实就是第六感 你们所有人对事物都有第六感 通灵能力这种本领 无非就是走出你们有限的经验 迈进更为开阔的视野 你觉得你个人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是很有限的 能够认识的东西也有限 通灵能力就是让你去感受更多 认识更多 这种本领能够让你触及你周围更大的真相 让你感知到一种不同的能量 要怎样才能培养这种本领呢 培养这个词用得好 这种本领就像肌肉 你们每个人都有 不过有些人选择了去培养它 而有些人却任由它处在原始的状态 弃之不用 要培养通灵肌肉 你必须锻炼它 使用它 每天这么做 时时刻刻这么做 现在肌肉是有的 但它很小 也很弱 它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 所以你偶尔有点本能的触动 但你不会根据它去行动 你对某些事情有预感 但你忽略了它 你会做梦 或者有灵感 但你会随它去 很少予以关注 幸好你没有忽略你对这本书的触动 否则你现在就不会看着这些文字 你认为你看到这些文字是碰巧的吗 是偶然的吗 所以培养通灵能力的第一步是 要认识到你拥有它 而且要使用它 留意你拥有的每次预感 你经验到的每次本能的触动 要注意 然后依照你认识到的去行动 别让你的精神说服你忘了它 别让你的害怕拖着你远离它 但我说的不是那种总是能够找到停车位的通灵本领 我说的是真正的通灵能力 它能够让你看到未来 它能够让你了解人们的秘密 而那些秘密是你用其他方法认识不到的 我说的就是这种啊 这种通灵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应该听信那些拥有它的人吗 如果有个通灵者预测了我的未来 我是否能改变它 或者我的未来是不容更改的 有些通灵者能在刚看到你的时候 就说出许多关于你的事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果 等等 你已经提了四个问题了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吧 好吧 通灵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 通灵现象有三个规则 它们可以让你理解通灵能力的原理 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三个 一 所有思维都是能量 二 所有事物都在运动 三 所有时间都是现在 通灵者能够经验到通灵现象的结果 能量的震颤 有时候它们脑海中形成一些画面 有时候是某个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思维 通灵者对这些能量的感受变得很敏锐 刚开始的时候 这可能不容易收到 因为这些能量非常轻盈 非常多变 非常微妙 就像夏夜最轻柔的和风 你可能感觉到它吹拂过你的头发 但也可能感觉不到 就像远方最轻微的声音 你觉得你听到了 但是无法确定 就像你的眼角余光 瞥见的最暗淡的火花 你肯定它就在那里 但是呢 当你转过头去 它却已经消失 无影无踪 它真的存在过吗 这是初级通灵者 总是追究的问题 成熟的通灵者从来不问 因为提出这个问题 会把答案赶跑 提出问题需要精神的参与 通灵者最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让精神来掺和 本能并不寄居在精神之中 要成为通灵者 你必须抛弃你的精神 因为本能居住的地方是灵台 是灵魂 本能是灵魂的耳朵 唯有灵魂这种工具 其敏锐程度才足以捕捉 生活最微弱的震颤 感受这些能量 察觉这些能量波 并解读它们 你拥有的感官是六种 不是五种 它们分别是 嗅觉 味觉 触觉 视觉 听觉和知觉 以下就是通灵能力的原理 每当你拥有某个思维 它会发出能量 它就是能量 通灵者的灵魂捕捉到这种能量 真正的通灵者 不会停下来解释它 而可能只是随即说出那种能量带来了什么感觉 这就是通灵者能够说出你正在想什么的原理 你有过的每种感受都寄居在你的灵魂之中 你的灵魂是你所有感受的总和 它是储藏库 有些感受哪怕已经被你放在那里好多年 真正开放的通灵者也能在此时此地感受到它们 这是因为 总而言之 时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所以通灵者能够说出你的过去 明天也是不存在的 所有事情就在此刻发生 每个事件发出一道能量波 在宇宙的感光底片留下无法磨灭的图案 在通灵者的视线或者感受中 明天的图案仿佛此时正在发生 实际上也是如此 所以通灵者能够预捕未来 从生理方面而言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也许在本身实际上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 通灵者将他本人的亚分子组成部分散发出去 你可以管这个部分叫做思维 反正他的思维极快地冲向太空 以足够快的速度穿过足够远的距离 于是能够回过头来 从远方看见你尚未经验到的现在 这是亚分子时光旅行 可以这么说 真的是亚分子时光旅行啊 喂 你再这样大惊小怪我就不说了 别 别这样 我不闹了 我向你保证 真的 请继续 我真的想听你谈谈这个 我报告 你不那你放小吧 我看我的